荷兰人曾入侵雪兰娥 并在山上建造了堡垒和爱丁丝堡灯塔 如今银叶猴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游客们可以一边鸟看远处的马六甲海峡 一边和可爱的猴子来一次亲密接触 当然,如果说起雪兰娥 当下最热门的景点 还是马六甲海峡上的一个神秘景观 乘船驶离沙沙兰码头一个小时左右 在浩瀚的大海里 一个巨大的镜子突然出现在游客眼前 它映出整个天空,让人惊叹不已 其实这面镜子就是马六甲海峡中的一个沙洲 当地人称它为天空之镜 在将近100个足球场大小的镜面上 游客们可以光着脚丫漫步 也可以一路奔跑跳跃,肆意飞翔 拍出各种姿势的美照 或者在沙洲上与这些小动物打打交道 如果幸运的话 你还能在临近沙洲的大海中 看见海豚欢快摇曳的身影 看见海豚欢快摇曼的身影 וןac 海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形成了极其美丽和罕见的自然景观 当地人说 这里的萤火虫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它们有时拖着灯笼到处跑 但更多时候是趴在树叶上 几乎一动不动 有规律地发出光芒 据说世界上能看到这么大规模萤火虫的地方 除了亚马逊 就是这里 一闪一闪亮晶晶 说的不是璀璨星空 而是河面上的点点繁星 俗称蓝眼泪 游客聚集在刮拉雪兰儿的河岸码头 七手八脚地穿上救生衣 越过长桥悠悠上船 想到一会儿就可以一睹蓝眼泪风采 脸上也不禁流露兴奋之情 船之沿河行驶 穿过大片红树林 被划过的水面掀起层层蓝色波浪 袭袭凉风迎面而来 长达45分钟的游河之旅 处处都是浪漫风情 观赏蓝眼泪的最佳时机 取决于时间和天气 有时碰上下雨天 蓝眼泪数量骤减 船夫还会使出各种法宝 务必要游客玩得尽兴 除此之外 每个月的初一到初三 由于河水高涨 月光薄弱 也是观赏蓝眼泪的大好时机